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好 我是退役少将 栗正杰 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一些 有关军事的新闻 那我们这个节目 会同时在中天频道 跟大国武器大官Onfire 同时双开直播 请各位观众帮忙按赞订阅 以及分享 同时也打开小叮当 那节目一开始 我要在这个地方利用这机会 向各位分享一个最新最新的讯息 什么讯息呢 美国的F-35B战斗机又出事了 坠毁了 这是短期之内 已经是大概第三次的坠毁出事 那F-35B为什么这么容易出事呢 它到底出了些什么问题呢 我首先要跟各位说明 这个F-35它的问题 真的状况非常非常多 多到什么程度 多到第一个 你知道比利时来讲的话 它不要 美国要卖给比利时 100多架F-35B 比利时不要 第二个不要的国家是谁 摆明不要的国家 各位绝对不相信 就是美国自己 美国自己 洛克希德马丁生产了100多架 现在摆在停机场那边 美国自己的空军 不愿意接收这批飞机 因为这批飞机问题很多 那这批飞机 出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我先跟各位说 它主要问题出在 它的这个更新系统3 也就是说 你家每一架飞机出场以后 除了它的硬体动力之外 它还有软体设备 这软体设备 它会不断的更新 那去年来讲的话 我们都知道 曾经发生过一个笑话 就是F-35在飞机员在飞的时候 这突然自己被自己的飞机弹射出来 就飞机员被弹射出来以后 这下飞机自己在飞 为什么 因为它有自动飞行系统 就是更新系统 这个3 这套的软体系统 它还在继续运作 那因为这套系统来讲的话 不是很特别 它把飞机员弹出来以后 它继续在飞 飞到哪里去不知道 就后来闹了一个大笑话 就是美国来讲的话 发公告邪寻 我想很多观众都还记得这则新闻 就是发通告 就像是我们家小狗走私了 对不对 到处张贴广告 我们家小狗长什么样子 这个几岁的小狗 然后希望看到的这个民众 帮忙咸语 悬赏奖金多少钱 那时候美国F-35B 就出现这种笑话 那今天来讲又出事 我个人来讲 一点都不感觉到意外 你知道这个F-35 这个美军的这个 现在最重要的战斗机 它之所以会 这个设计成这么糟糕 然后主要我觉得最大的原因 就是说美国想审视 它想说设计一款战斗机 空军可以使用 这个陆战队可以使用 这个海军航空母舰上面可以起降 所以它的战机分为F-35A F-35B 还有F-35C 你看它垂直起降 现在我们看到 这个垂直起降的 就是在这个陆战队使用的飞机 然后这个弹射在航母上面起飞的是F-35B 那空军使用的一般跑道起降是F-35A 因为它每一种都想说 我制造一种飞机 所有军种都能够使用 当然我们知道 这种万金油式的想法 你有意好 就不一定 就一定有一样不好 所以当你所有东西都想用的时候 你就没办法处处周旋 你又想要隐形 又想要在航母起飞 又想要催直起降 那各种战机把这种东西凑在一起的话 那很容易就出了问题 这是第一个 它会出问题 就是因为它的这种国防预算经费有限 它把这种飞机集合在一起 各种功能都想用在一起 就样样都求全 就样样都不全 那第二个我觉得它会出问题 在于它的这个军工体系 我们都知道 美国所有的军工体系 都是私人的企业公司 那私人企业公司讲究什么 将本求利 我卖一架飞机我一定要赚钱 对不对 那赚钱有什么方法呢 那现在来讲我们都知道通货膨胀 对不对 美国来讲军工制造业 它的工人来讲难找 工人工资很贵 当工人工资很贵 然后供应链 又不能齐全的状况之下 那它怎么办 就是很明显的 就是脱工减料 但如果说是你这架飞机 没有足够的这个订单来讲的话 那公司就很容易关门 那不只是飞机是如此 包括它美国现在来讲 军舰造船业 因为如果说没有收到订单 它就这个生意就垮掉 那就算收到订单 那它也希望说是 我能够尽量降低我的成本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我们不只是看到F-30 我们看到什么 包括美国波音 也是最近经常出问题 因为它就是私人企业 它就是将本求利 我能够省一样工 我就省一样工 我能够省一个 这个能够找到平衡的零附件工艺厂商 我就尽量用我的零件工艺厂商 那第三个问题在哪里呢 第三个问题在F-35这种战机 它国家又要保密 国防部 美国国防部又要对这种战机 不管是它的隐身建构 或者是各方面武器性能 它要保密 所以很多东西 它又要想卖给外国来赚钱 那卖给外国赚钱来讲的话 那你就技术维修 你必须要输给外国 它又怕泄密 所以很多状况之下 大概就是一些基本的维修 它可以卖给外国这些厂商 但是重点部分 它要回到它美国自己公司去维修 就回到美国运回去 那对我使用国来讲 譬如说是日本韩国这些公司 就这些国家 他们的使用F-35战机来讲的话 当有任何故障的话 它就必须要送回美国去维修 那美国不让他们在日本 或者是说在当地做厂商做维修 那回去来讲的话 来回运修 然后再排队 再修理 再等于附件 所以说经常属于妥善率不足 F-35妥善率不足到什么程度呢 在2019年的时候 2019年 美国自己的国防部监察报告 说它妥善率还不到20% 只有19.4% 那你想想看这种妥善率不到20%的妥善率 你100架只有20架能飞 这种战机能够打仗吗 后来经过美国他们国会里面 就成立一个监督小组 来加强对F-35战机的维修 那最多最多也只提高到30% 目前来讲 它的妥善率只有30% 这个话不是我讲的 这个话是谁讲的 我告诉各位 是美国的前国防部长讲的话 是美国国会的调查报告里面 听证会里面讲的 说它妥善率只有30% 那你想想看这飞机 今天出这个事 出这个意外 我一点都不会觉得意外 或者是觉得好像突发起来 我相信后续来讲的话 如果美国自己的军工产业 没有这结构性的问题 没有解决来讲的话 后续还会出更大的问题 那这些问题 这些飞机 人家闲到什么程度呢 我刚刚讲 就是这个TCR3 就技术更新3 它这套软体 到现在为止 它没有完成设计 但是你知道它是私人企业 它不能说等到 我软体设计完我才卖 所以它就一边卖一边修 一边做技术更新 那你这种飞机能飞吗 所以比利时不要 这个美国自己不要 生产一百多下 现在排在机场里面 等在那边不晓得怎么办 那在这种情况下 还有几个国家不要 我跟各位讲 这个很具体的 英国不要 意大利不要 日本不要 这三个国家联合起来说不要 还有土耳其 土耳其它已经不要这种飞机了 它虽然说刚开始有参与开发 有投资资本进去 但是因为美国跟这个土耳其有一些这个矛盾 有一些纠纷 那时候它不卖给土耳其 那我觉得土耳其是因祸得福 它反而去买别的飞机 它反而没有买到这款 这个不堪用的飞机 英国 日本意大利 这三个国家要自己联合开发第五代的战机 但是美国来讲知道以后 它当生气 它当不高兴 那你们三个国家 对不对 都是我F-35的这个大客户买家 如果说你们自己生产了第五代战机 你不买我的F-35 那我这F-35 我将来我卖给谁 我卖不出去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就倒了 后续来讲就没有工人 付不出工资 就是连锁反应 当你工人付不出工资 你没有工人 你没有供应链 你找不到以后 你工资就垮了 我觉得这是美国自己军工体系来讲 这不只是F-35 包括其他的也是一样 讲到这边 我特别要回头去讲F-35战机 这次的解放军的联合力舰演习 那我们来看看 这次联合力舰演习 到底美国跟日本 可以提供我们台湾 多少的这种协助跟防卫 这边我们从F-35就会看得出来 我特别要讲 这次解放军联合力舰 他不叫演习 他特别讲说是战备警巡 战备警巡的意义 跟演习是完全不一样 大家不要误会了 演习是我需要经过公告 我演练 我的战术叫演习 战备警巡是什么意思呢 他就认为台湾是他的内海 台湾是大陆的内海 所以我派我的军舰 我的飞机我到这边来 警戒巡逻 这叫战备警巡 他已经是一种巡逻的状态 这又有一点像什么呢 就像是我是一个营区指挥官 我每天我除了卫兵之外 我在我营区里面 我要派这个巡逻兵 在我的营区里面做巡逻 意思是一样的 那你不会巡逻到别人家里面去 当然这是我自己家院子 我自己的这种家园 我才会派人去巡逻 所以他战备警巡 他意涵的意义 就是说他在自己的领海领土之内 实施这种战备警巡 那我特别要讲 虽然说只有两天 我觉得我们自己国内很多媒体 都认为说 我看很多报道 都认为说 哎呀只有两天时间 规模没有上次 这个斐洛西来台的时候 规模没有那么大 时间也没有那么久 上次还实弹 真是不是实弹 我觉得大家真的是误会了 其实他两天时间代表什么 我觉得比两天时间 比这个五天的军演要更可怕 言下之意就是说 这个解放军 他认为我两天时间就可以 这个收复你台湾 怎么讲呢 你想想看这次来讲 我们回头去看看 我们当然这个各种媒体 对解放军这次 立即联合的战备警巡 有很多的解读 有很多说明 但是我换一个角度 我们台湾能够应付得了吗 我们台湾我们检讨我们自己 因应这次解放军的战备警巡来讲 我们台湾我们这个台湾的军队来讲 我们做的够不够 我们这次如果说是万一有言转训的话 我们台湾能够支撑得住 还是不能够支撑得住 首先作战讲情报 那我们回推一下 我们就回推一下 这次情报我们有没有掌握到 我觉得我们台湾没有掌握到 所以你看看 他从开始宣布要战备警巡 到士兵出来45分钟 45分钟我们台湾能够做什么 我觉得我们台湾连着装都来不及 阿兵哥连上卡车去发动引擎都来不及 所以说这个那你更不要讲 我想说当过兵的时候知道 我们讲一个最基础的步兵单位 对我们这个军队市 连长有第一把钥匙 对不对 暗血士官是第二把钥匙 两个人到齐以后才可以把军队市门打开 打开以后枪链是执行官的钥匙 第三把钥匙 当枪链打开以后 还要有一个辅导长 再去把枪机的钥匙打开来 然后士兵拿了枪以后 再把枪机结合在枪再结合起来 然后第四个还要去弹药库领弹药 弹药库领弹药的话 弹药库 弹过兵的大概都知道 弹药库不是放在脸上 为了怕这个弹药遗失 所以弹药库通常都集中 放在营区的 为了安全起见 都放在营区的比较角落的位置 大家再跑去弹药库 把弹药领出来 弹药领出来它是装箱的 你还要拆箱 拆完箱以后 那一箱一箱弹药还要做什么呢 把弹药箱打开来 然后把子弹一颗一颗拿出来 装在弹夹里面 那一个兵有五个弹夹 对不对 你想想看 光这些动作 领完枪把枪器装完 再到弹药库里面 领完弹药出来 把子弹都撞进去 会不会超过45分钟 如果照这种速度来讲 光一个步兵连 那你更不要讲说战车部队 战车部队来讲的话 你如果说这么一个连 这十几辆战车 你是不是随时都保持满油满蛋 但为了安全 我想也不至于满油满蛋 你所有战车轮流去加油 我们都去汽车加油 你看看要加多久 大家排队加油 一个加油枪 那你还要装弹 战车的装弹 绝对不是跟步枪一样 说一个弹夹将一发一发塞进去 你要一发一发炮弹 那么重的炮弹装进去 你要多有时间 好再讲炮兵好了 那你想想看 你那个炮 我们现在的 除了说少数的这种自走炮以外 大部分的炮 很多的腰动物 前两天我们看到 演习的时候还是把腰动物 这个牵引车拖着炮拖出来 这些炮你要拖到阵地 排列 城放 然后还有一点很重要 不管是你自走炮干嘛 你的前进观测关还要派到步兵连去 现在来讲前进观测关 炮兵是炮兵 前观是前进观测关 他们两个不在同一个营区 当你前进观测关 到不了步兵单位 去做前进观测 去做射弹修正的话 你那个炮等于说是没有眼睛 所以当这些我讲的是战斗动作 当这些战斗动作完成 你认为45分钟时间够吗 这是我非常非常担心的 我特别要讲出这种时光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从基层的 我很了解这些战斗动作 当45分钟 等到我们接受到预警 这45分钟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我们必须要提早有情报 那这是我觉得不只是我们台湾漏掉情报 漏掉这则情报没有漏掉 没有掌握到 我觉得美国跟日本也没有掌握到 所以你看看 当解放军两天时间军演的 两天这个联合战备警群的时间 美国跟日本也都没有任何反应 就代表什么 代表美国跟日本也都漏掉情报 那究竟这次演习有多严重 我用美国人讲的话 美国人他形容这次 我想各位在电视上都可以印证我讲的话 美国的国务院讲说 解放军这次的行动是鲁莽的行动 你知道鲁莽行动代表什么意义吗 上次美国讲大陆解放军鲁莽的行动 是在1996年飞弹危机的时候 他用飞弹打到基隆跟高雄两个地方外海 那时候美国国务院用鲁莽两个字 来形容解放军的这个演习的动作 那鲁莽了二十几年 这是第二次讲鲁莽行动 从国务院里面会用鲁莽这两个字 来形容大陆的这次战备警循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美国来讲 他知道说这次的战备警循的这种威吓 战术上的威吓行动性是等同于1996年 那第三个我特别要讲的 这次影响有多大 有些细节我要提醒我们观众 我们不要认为说 在这边好像股市照长 对不对 这个大家生活照常 酒照喝 牌照打 但是这次来讲 我看到的不一样 我看到的是什么呢 我看到的是解放军来讲 他有一颗这个导弹的动作 就是他有一颗这个所谓攻台 这个六大这个力气里面 有一样是导弹 他那颗导弹叫东风十五 东风十五 东风十五是什么 什么时候用过呢 其实是很老 很旧款的一型的导弹 它是短程的导弹 它射程不长 但是他上次用的时候 第一次用的时候 是1996年 台海危机的时候 他用了这一型的导弹 第二次 他对台湾用是什么时候 是两年前 斐洛西来台的时候 越过台湾上空 用了也是东风十五 那大家要知道 这次他又把东风十五升上来 他不是说没有新型的导弹 他是告诉你说 我前两次已经用这种 就告诉你台湾 说你们看看 我两年前我用这种导弹 我现在还是用这种导弹 你就知道我的意思在哪里 我随时都可以打出去 我觉得意义在这边 而且这个短程导弹来讲的话 射程八百公里 如果说要攻击台湾来讲的话 绰绰有余 那第四个 我特别要讲 这是我们看到 解放军用的是 这个管状火箭炮 那很多观众可能不了解 管状火箭炮威力有多大 我们知道 我们像一枚炮弹来讲的话 我们讲口径 这是俄乌战争 我们听到的是说 俄乌两国最缺的是 155公里 就是炮的口径 大小15.5公分 那这次解放军用的 炮弹口径是多少 最大的 它这个管状火箭炮 可以到300公里 也就是说 300公里 你不要以为是一倍 不止一倍 你用圆周率去算 对不对 当这个圆周来讲 炮弹的圆周 这个面积是什么 是这个2πr 省以3.14 那你想想看 如果说是 它直径大一倍的话 它的面积大多少 它的炮管长度大多少 它的火药专量量 不是只有一倍 所以它用到300公里 这么大的口径 的武器火箭 对台湾攻击 而且它这个 它使用的内型的 这个火箭炮 射程可以到300公里 所以我们很明显看出来 这次来讲 解放军 它在这个 后面的动画影片 它虽然说没有实弹攻击 但是我们看到的动画 花莲 台北 高雄 三个地方 那为什么这三个地方 就是花莲地区 它可以用东风 东风15 也有300枚 这个台北 跟高雄 以它的管装火炮 就可以攻击得到 所以我觉得这代表的含义很大 那我们台湾 可以顶多久 当我们台湾 我刚刚也讲了 我们部队来讲 45分钟 来得及来不及反应 我平常讲真的是来不及 真的是来不及 那为什么会漏掉情报 我觉得不管是美国台湾或日本 我们都要特别小心注意 因为我特别要讲 这是解放军来讲 他为什么在这个520赖信德演讲完以后 这523那天才发起这次演习 这也是一个很巧妙很绝妙一个时间点 我们说520那天的时候我们看到台湾的电视媒体在报道什么 就是这个赖信德要讲话 对不对 所有国军提高警觉戒备 所有空军的飞行员全部召回营区待命 stand by 好 你回去营区待命 那你是人 你总要休假 你总要放假 你总要休息的时候 你总要回家的时候 那你这个神音绷紧了两天 然后两天之后我没有动作 我等523你神音最松懈的时候 你人员 你这个飞行的军官 除了少部分值班留守以外 大家都在补价的时候 我开始来给你演习了 我觉得意义 523演习意义在这边 就是当你卸掉心房 觉得说事态不严重 这个解放军没有重大反应 那个之前是国台办 这个陈兵华出来讲话 然后王毅出来讲话 解放军一直没有什么动作 没有什么讲话 大家放弃了 这个松懈的那种警觉心 对官兵开始补价的时候 原来我们以为说 520赖信德讲完这些话 会不会521就开始动作 结果没有 他等到523 523是什么 是国军心里最松懈的时候 所以这实验点 想的都非常的这种绝妙 都配合的非常巧妙 然后日本美国也都松懈了 所以我们这次看到日本跟美国 没有任何的一点警觉 再像美国现在来讲 他关岛 去年来讲 因为一场台风 他的关岛基地被吹垮掉 那光维修就要三十几亿 我老天 三十几亿有多少 美国国防预算也不过 就是一年度也不过8500亿 你想他可能花1%的钱 去修关岛一个基地吗 他跟钱一定是不够嘛 再加上他要抗炸的这种机宝 那F345现在又一天到晚 就出状况 你认为美国可以提供我们台湾 多少的协防能力 我个人来讲 我认为是零 我们台湾来讲 还是要靠自己 如果说我们想要靠美国协防 那真的是在做白日梦 从美国这次军机F345 今天又摘下来 我们更可以证明这一点 所以说我特别 我从反过来角度 我们台湾到底能扛得住 扛不住这种解放军来讲的话 2024的立坚联合警循 我们台湾如果说是真的真相实弹 我们扛能住扛不住 我个人来讲是抱着很大一个问号 还有一点我要特别讲究 我们从一件事情看出来空 我们刚刚讲空军 我们讲一下海军 海军这次 我看那个镜头很心酸 真的很心酸 我们用什么军舰去挡 这解放军的军舰 我们用的不是军舰 我们用的是海巡艇 宜兰号 大家看看宜兰号 是不是有一艘宜兰号去挡的 翼洋军舰 翼洋军舰 解放军翼洋军舰是054导弹护卫舰 那我们这个 宜兰舰是什么 是海警船 海警船会喷水炮 那人家054呢 是飞弹 是这个这个舰炮 那我请问大家 距离这么近 0.6海里 那我们这个 我们是不是海警船 宜兰舰用水炮 去喷人家的舰炮 你挡得住挡不住 那为什么要用宜兰舰 为什么不用军舰 那海军到底 这些军舰到底到哪里 为什么你好歹 你派一艘成功级 拉法业级 或者是基隆级 你怎么会叫海巡 等于说叫警察 去挡一个陆军的 叫一个警察的一个 一个派出所的警察 去挡人家一个军队呢 我觉得真的是 如果说是海空军这种实力 我们今天检讨起来的话 我个人来讲 是真的是感到非常的隐忧 非常的担心 我们不要小看这次的 这个历舰联合警巡 短短两天 但是所显露出来 我们自己国军里面 应该要检讨 应该要加强 应该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那扛不住扛不住 我个人身比较忧虑 好 这第一个 第一题要跟大家讲 第二题也是 也是很严重的事情 是什么呢 环太军业 这个每两年一次的环太军业 这个马上在 今年6月26号 到8月2号 就要实施 环太平洋军业 我先跟大家各位观众介绍一下 什么叫做环太平洋军演 环太平洋军演是在 美国跟苏联 那时候还叫苏联 还在冷战时期 美国为了保证说太平洋 在它势力范围之内 所举办的一个 联合太平洋周边的国家 所举办的一次 这个海军的一次演习 那主要针对了假想敌 就是苏联 那个时候是每一年要举办一次 每一年要举办一次 那时候参演的国家 大概数量还不多 就是美国自己 然后澳洲 日本 这些在太平洋 跟美国同盟的这些国家 有海军十些国家 那目标是对抗苏联 但是那时候每年举办一次 但是后来苏联解体了 苏联解体以后 就变成那种情形是什么 就是你这个军业还不要实施 美国还要实施 他除了那时候要对抗苏联之外 他美国还有一个目的 他要彰显 他要告诉全世界 我是全球海军大权国家 所有海军都要听我的 我海军实力有多强 他要彰显他海军实力 所以说虽然苏联解体了 他还是照样举行 太平洋的环太军演 不但要举行 而且要扩大举行 来突演他全球海军的一个势力 所以但是他那时候 这就不是每年举办一次 他就两年举办一次 每两年举办一次环太军演 这个是环太军演的由来 那后来曾经在这个2016年跟2018 2012年的时候 那时候这个美国 中美两国感情来讲的话 还算可以有交往 所以说那时候他也认为说 中国海军实力不强 大概只有一些少数的 这种渔猎船或巡逻舰 这些小船 所以他不把中国看在眼里 他不把中国眼睛看在眼里 他要在中国前面 秀他海军的脏肪 所以他邀请中国 你来参观 你用观察员的身份 来参观我的环太平洋军演 看看我们美军 对不对 我们这个航空母舰 我们巡洋舰 我们这个驱逐舰 伯克吉的战略有多强 叫中国以观察员的身份来参加 就在参加以后隔了几年 糟糕不对啦 为什么 2018年的时候 2016年的时候 他还正式叫解放军的海军去参演 原来是观察员 后来叫解放军去参演 2018年隔了两年 由内侍也去参演 但是后来不对了 怎么 发现这个解放军那时候开始 这个海军照舰速度跟下脚子一样 而且是不行 各种类型的军舰 不断的这种发展 而且性能比美国越来越好 那那个也是一个转折点 美国自己海军军工产业开始走下坡 他发现这个时候 这个不能 你叫解放军来 反而是凸显自己的这种 这个乏力跟这个无力感 所以他2018年以后 他就不邀请中国来参演 那个时候刚好有什么 刚好南海地区 菲律宾开始挑事 开始找事情 南海政治冲突开始 正在信头上 所以2018年以后 这个大陆来讲 就没有参加了 那美国就自己搞 自己搞 那哪一个主办单位是谁呢 是美国第三舰队 第三舰队在哪里 就是夏威夷 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 担任这个演习司令官 就是他担任演习司令官 那每一年一年的扩大 今天来讲 规模比2022年更大 多邀请了三个国家 原来26个国家参演 这是来讲29个国家 多了哪三个国家呢 我跟大家报告 比利时 还有意大利 这是欧洲国家 还有一个国家叫巴西 也来参加了 这是总共29个国家 29个国家 那总共有40艘的军舰 有三艘的潜水艇 然后还有14国的陆军 陆军也有参演 大家不要以为 环泰海军参演 只有海军 陆军也有14国的陆军参加 另外有150架飞机 29个国家 这29个国家非常有意思 我必须要在这边 数几个国家 跟各位概率介绍 为什么有29个 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亚洲的国家 因为环太平洋 跟亚洲跟美洲 是这个区域内的 所以亚洲国家有谁呢 日本 韩国 这个菲律宾 新加坡 印度 印尼 以色列 那各位有没有想到 这几个国家 这个代表是什么 第一个是跨德联盟 等下我会讲 大洋洲还有澳洲 所以说 跨德是哪几个国家 日本 这个美国 印度跟澳大利亚 跨德联盟 就是跨德联盟 第二个 这是亚洲的国家 第二个 这个美洲的国家有谁 就是加拿大 这个 加拿大 墨西哥 哥伦比亚 秘鲁 这几个国家 尤其是加拿大 加拿大是什么联盟 跟美国是五眼联盟的国家 是五眼联盟国家 然后再来 这个大洋洲 大洋洲也很有意思 有澳洲 纽西兰 这不再画家 那大洋洲还有一个国家 残言叫汤家 非常有意思 汤家 我不晓得他有没有海军 他有没有军舰 他是不是划着独木舟 去参加军演 汤家我们都知道 那前年来讲的话 他很不幸发生火灾 那第一个去救援他的 我想各位可能还有印象 谁去救他 是中国解放军 派了孕二使 在第一时间 孕二使立刻就到他国家去 救援物资送到 那美国 虽然说认为是汤家 是他的这种 殖民地的 殖民的国家 但是来讲的话 美国跟澳洲 对他的这种 人道救援的援助很晚才到 那第一个到的 反而是中国大陆 对他第一个到 所以大洋都有几个国家 那我数到这边 各位就已经发现到 我刚刚讲的 这些联盟的国家 不管是跨的 或者是AUX 或者是五远联盟 全部都有参加在里面 那我再来讲 欧洲的国家 欧洲国家英国 英国是五远联盟国家 法国 德国 丹麦 还有这次来讲 加上比利时 这些国家很特别 关你欧洲屁事 你又不是太平洋 周边的国家 你来参严什么 你来凑个什么劲 我觉得这些国家来 纯粹就是被美国 当小弟 叫过来参严的 所以我觉得这次的 环太平洋军演来讲 第一个我觉得 它代表了含义 第一个我觉得 它代表了含义 就是彰显 美国自己要凸显 自己是全球 海军的霸权 的领导国家 所有全世界的海军 都会听他的 都在他的口令 指挥之下 一致的动作 这是美国第一个 要求的目的 第二个 它很明显的 就是剑指中国 就像我刚刚讲的 这几个联盟 它虽然说 没有这个 指明的讲 但是它就是剑指中国 你看我刚刚讲的 那几个联盟 还有一个 我没有讲到的 欧洲这些国家 是北约 都是北约的国家 那你是不是 在太平洋这边 成立一个类似 类似北约的组织国家 包括日本 韩国这些来参与 那这次来讲 最热烈参加的国家 这些国家里面 最热烈参与的 就是日本跟韩国 日本派了两艘航空母舰 其实它不是航空母舰 他们自卫队 自称自己那叫护卫舰 其实是骗人的 为什么 因为他宪法说 他不可以有攻击性武器 他为了规避宪法上的说法 他说他是护卫舰 那那两艘 我们明眼人一看 谁都认得出来 那叫两栖攻击舰 一艘加贺号 一艘去云号 出云号 这两艘 这个两栖攻击舰 它上面甲板也已经改装了 可以这个垂直起降 F-35C的战斗机 所以说你说这两个 日本参加 然后这个 韩国也非常热衷在参加 隐席乐去唱了美国派之后 这个美国派核子前提 去这个要想要把韩国纳入 他核子保护伞 那现在来讲的话 这个韩国日本跟中国 正在主行三国的一种元首会议 那最重要就是朝鲜的问题 你隐席乐自己把自己 这个去招惹到韩国 招惹到朝鲜 然后让朝鲜把你列为 说是首要的敌人 那你想想看 韩国会不会参加这次军演 他参加军演的目的干嘛 隐席乐乐还是很明显的 想要利用这次军演 来跟这个美国靠统在一起 希望借着美国提供他核保护伞 这是韩国的目的 那日本目的更是被美国所利用 那菲律宾来讲也是很明显的 于是这次的环太平洋军演之前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看到是跟菲律宾的肩并肩演习 还有一个演习 也是在六月份 是美国跟日本举行的 这种这个 海上的一个联合的军演 也是在六月份 所以我们看到这根本就是整个针对中国 可是美国这种言耳道理 他不讲他针对中国 他设立一个假想题 我们知道演习一定有一个假想题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假想题 这下你在做什么 我们来这英文社国家 我试问大家 全世界太平洋 有没有这么强的海盗 需要你用到四十艘军舰 用三艘潜舰 用到这么多个士兵去攻打一个海盗 没有嘛 你说哪一个岛国 他是假想有一个岛国 然后所以说我们要做联合演练 然后他演练的科目什么呢 各位听听看 我把他联合演练的科目跟大家讲 大家听听看 你就立刻明白 他绝对是剑子大陆 他演练的内容 第一个反剑 反剑 那有哪个国家有那么多的军舰 反潜 现在太平洋地区有哪些国家 有很强大的潜舰 反水雷 还有两栖登陆作战 你对谁实施两栖作战 总不会日本自己跟自己两栖登陆作战吧 海上机动 防空演习 海上拦截 登舰检查 登谁的舰检查 登谁的舰检查 所以说包括到这些内容 你就知道他针对谁 那我特别要讲 讲到这个环太演习 我也很心酸 我们台湾一直想参加 从严德发 我们一直积极跟美国讲说 你既然跟我们兼坐磐石 这种环太平洋军演都29个国家 那为什么我们台湾要参加 到现在为止还拒绝不让我们参加 我跟你讲只有两个例 第一个美国 尤其是现在赖清德当选总统以后 就很明显的 你赖清德你不要解读错误 我这个时候让你参加 你还真以为我跟你坚弱盘石 你还真以为你台湾有事 日本有事 我美国也跟着有事去保护你 如果我让你来参加 你是不是意思是说将来 如果你台湾有事的话 我们美国日本韩国都会联合起来 帮你去打解放军 我觉得这个美国为了避免赖清德 有这种幻想 所以拒绝了我们台湾去参加 这是第一个理由 所以我们台湾真是没有参加 第二个拒绝台湾参加的理由 我跟你讲 也是很难过的一件事情 如果说让台湾参加的话 有一些跟大陆友好的这些国家 他就不敢参演 比如说新加坡 你想想看 如果说是让台湾参演 新加坡还会不会 黄勋才 新加坡新的总理 他才讲过 他不选边站 他也不靠中国 也不靠美国 他自己有 他自己国家的独立立场 那你如果说是台湾去参加 他会不会因此认为说 我会得罪中国 我新加坡就不参加 新加坡你要知道 在太平洋很重要 他是控制了马六甲海峡 所以新加坡不参加 那第二个 当现在美国 日本 中国 韩国正在举行三国元首会议 你如果说 让美国让台湾参加的话 那日本还敢不敢派出 出云加贺这两艘 这两艘大舰来参加 韩国还敢不敢派出 四中大王号 这种大型的驱逐舰 来碰你美国的场 所以我从以上总统 我们就看得出来 我们台湾 从这次环太平洋军业 我们就会看出来 美国在海上霸权的那种心态 以及我们台湾人 台湾军队在这个全世界心目中 我们的地位到哪里 也看得出来 美国是说一套做一套的国家 连一个环太平 军演都担心其他国家的感受 对不对 其他国家会不会因此而没有意愿来参加 尤其是像汤家这种国家 他虽然说是一个岛国 虽然可能是划着独木舟来参加 但是他毕竟在太平洋岛国里面 他有他的这种 海上的这种运捕的这种作战能力 那你现在连汤家 当年他火山爆发的时候 是中国第一个去援助他的 那台湾去参加环太军演 他会不会退出他不参加 所以美国来讲这时候就不要你台湾 你不要台湾来缴货 你不要来闹事 你不要惹我 到时候本来我想彰显我美国的权威 全世界海军都听我的 因为你台湾来参加 全世界这个其他海军不来了 那我太没面子 最后我要讲一件事情 美国这次来的话 他是为了怎么样来凸显 他是全世界的海上的霸权国家 我们在演习结束那天 每一次的环太军演 结束的时候一定可以看到一个场面 所有的军舰 各国的军舰在海上做一个分裂事 海上分裂事 很浩大 很壮观 领头的是谁 美国的航空母舰 我就是美国 我这种形式代表你 后面那些都是我小弟 我前面第一艘是美国的航母 我走到前面 后面那些国家 不管是你英国 日本 韩国 甚至于澳大利亚 加拿大 等等这些国家 你排队排在后面 于我美国领头 我航空母舰走到什么地方 你们就跟我到什么地方 用这种镜头 用这种摆拍的方式 来出演他是 美国是全世界海上强权霸权的国家 也因为他担心中国抢了他的风头 所以他不让中国 这是来加入环太的军演 也为了担心 台湾参加以后 会影响各国参加医院 也因为担心台湾参加以后 赖兴德会解读错误 认为其他国家真的会来帮他 所以他不要台湾参加 这也是讲一下我们台湾很心酸的地方 好 讲到这边我太激动了 我先喝口水 大家休息一下 对于经常外食的现代人来说 实在可能确保每天能摄取到足够好菌 也因此越来越多人选择在生活中 补充益生菌来帮助肠道健康平衡 但市面上这么多的益生菌该怎么选呢 挑选具有专利认证菌株最重要 面对换季引起的肝痒红肿 能调整体质的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就是一个稳定健康基础的好选择 经三角全校配方 让肠道增加好菌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收入多篇学术报告 也证实了克菲尔的重要性 每天一包就是健康维持的好选择 如果你也想尝试 请上快点go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还可以享有额外优惠哦 每日克菲尔 让您的生活更健康美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